太阳一样 真的 刘文正呢 不管在演艺界 历经了多少的这些过程 他永远像太阳一样的 扑照大地 尤其是我 最需要你这个太阳 给我的温暖 对对 太阳一样 好久以前的歌了 你的歌啊 虽然时间久 但是它依然是在市面上 现在大家在 无论餐厅秀啊 或者舞台上 最喜欢听到的一些歌 知道真的 我常常打开电视啊 一听怎么又是太阳一样 热谢你和我 爱不要给的太多 爱像什么 爱像什么 对对对 对了 你看从这个整个的感觉上 刘文正身材 依然是那么的高挑 国内不管有这么多啊 这个后起之秀 或者是曾经的一些 前辈的艺人 论这个身材 论这个品种 还是你第一 这个人怎么应该说品种 要说品质 品质啊 品质还不错了 好吧好吧 哎呦 其实一样嘛 人跟动物都一样嘛 对不对 那你是 好了 你是品质啦 我是品种啦 你是品质 对 你还有血统书呢 啊 你不知道什么 不好分 对了 文正啊 其实啊 在你也知道 是 你这个太多国内 现在男艺人啊 喜欢模仿歌星的时候 你就是被人家模仿最多的一位 惨不忍睹啊 哎呦 你对这个有什么感觉 其实好玩嘛 大家 我老喜欢学你啊 不过他们稍微夸张了一点 其实我表演没那么夸张 对啊 他每次学你都要故意把鼻音那么重 而且还要把你那个腔调弄得好像 而且那个屁股简直是不得了啊 360度啊 对对对 不过我是想这值得原谅的 因为像我跳舞啊 是比较 因为我的体型比较魁梧 所以跳起来 那肺群要选我 一定要夸张一点 对对对 要不然人家看不到 他没有 没有屁股 对对对 言之有理 对对对 所以夸张点是有道理的 不过我觉得 一个艺人被人家模仿 无所谓 你看美国很多政界领袖都被模仿 就表示你够这个分量 有这个知名度 别人他怎么不学呢 没有这是好玩嘛 像我还不是啊 我为什么离开国内四年 我的知名度还保持 怎么讲 就是一大堆人也是老学我啊 学你啊 你学你跳舞还是学什么 学我太多了 这里不方便说了 不方便说 把我的从头到脚都学光了 限制级的 好好好 刘文正现在口才越来越好 有没有考虑到 因为这几次你上了节目之后 大家的反应都很好 觉得你无论在形象啦 无论在知名度 无论在各方面 有没有考虑到再回电视台 做个节目什么的 上电视呢 是 我自己因为非常喜欢的一个工作 尤其看到老朋友 至于将来有没有这个机会 要再看看啦 我是希望有机会啦 能够跟你一起啊 如果能够有一天 一起在电视上做个节目 哇 真的太好了 那你不要欺负了 不会不会 因为你的形象这么好 可以把我的这个 很多方面带动得更完美 哎呀太好了 陈宁佩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我记得我多年前 第一次在叶总会登台的时候 就是陈宁佩做我的主持人 对对对对 他捧这个艺人是没有话讲的 现在哪有找得出你这么好口才 是啊这不是我吹牛 因为他讲了我才讲 对不对 免得人家说我自己在那边自夸 我那男歌星 你数得出名字的 有名的 红的 帅的 年轻的 第一次登台 都是经过我的主持 就好像一棵树一样 他们本来是幼苗 我一灌溉就茁壮成长 你是肥料 灌溉他们 我们再继续欣赏 刘文正 我觉得不管你在过去的演艺生涯 金钟奖的三届得奖 这个是空前绝后了 谢谢 现在可以说绝后了 再加上你现在回国之后 又重新走到一个新的方向里 我认为演艺事业是有很多的段落 我希望你永远像你的这首歌一样 不管过去 现在 未来 你都拥有一个最闪亮的日子 我就像我的衣服一样 来我们来欣赏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 我轻轻的歌 我轻轻地唱 我轻轻地唱 你满满地喝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 我轻轻轻地唱的梦想 我轻轻地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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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为了理想 历经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地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